字幕君 好那今天的影片是屬於一個比較輕鬆的Vlog 那其實說輕鬆但也不能太輕鬆 心裡面我覺得還是要有點點戰備的狀態 因為主要今天的時間是禮拜一啊 那後面可以看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 不是因為我太早來也不是因為我太晚走 目前為止是下午的狀態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有講到說 可以的話盡量都待在家裡面工作 所以我就想說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工作室的成員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都在家工作 這陣子都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就想說來這邊稍微整理一些 我需要帶回去的拍攝工具 像是我現在正在使用這一組三腳架 或者像後面的環心燈等等的 有些東西我可能要把它帶回家 然後呢還有一些可能比較需要充電的東西 我等一下也會把它帶回家 因為它可能太久沒充會壞掉 那當然也不會到太久 因為我在想說一個禮拜一個禮拜 就是看狀況 我們先不要太過 有太多的那個群聚的行為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收一下東西好了 然後呢我帶了一個超級大的袋子來 要來收東西 可是這個大袋子我不是要幫它廣告啦 只是說這個袋子真的是還蠻實用的 因為它大小更大 而且提拔呢它有兩段式的提拔 有時候像我在放東西放比較長一點的話 有沒有 我會把上面這個提拔拿來使用 然後東西呢是會堆高過於帶口的 所以呢這樣我覺得放東西是還蠻實用的 然後幾個東西我要準備把它帶回家 首先呢是這個太空戰士的 因為我覺得4月10號快到了 好不好我把它先帶回家 它是上次抽獎人沒有拿走的 我想說再辦一個小小的活動好了 欸抽獎中了然後就不拿 你不覺得很浪費這個機會嗎 如果是我的話我都恨不得可以中獎啊 再來就是這一台Switch了 其實這一台是騰訊版的Switch 所以現在Switch真的非常難拿到 不過這個沒有辦法連網 它就是等於是一台單機遊戲機而已 但因為它的電量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不知道有沒有對到焦 它只剩下34%而已 其實這個電量我都是常常需要幫它維持一下的 像我禮拜幾啊 禮拜三要休假之前呢 我就把它先拿去充一個電 然後Jeff才幫我把它拿下來 因為這個主機其實你如果太久維持都是沒電的狀態 會壞掉會壞掉 所以要注意要記得把它們拿去乖乖充電 前幾天有一個人就問我說 它的主機沒電了打不開怎麼辦 我跟你說 你盡量不要讓它完全用到都沒電 整個是那種熄火的狀態 因為這樣子對電池來說是比較傷一點的 也就是說它低電量出現的時候 我記得是20%啦 它會出現一個low battery 就是低電量的時候 你就把它拿去充電了 盡量不要再玩耶 稍微讓自己休息一下讓它休息一下 這樣子你的Switch主機 可能會稍微長瘦一點 再來呢我要來收一些精英手把 因為這次我要用電腦來玩一些電腦遊戲 所以呢它需要到精英手把 這個接電腦都要去好用 好不好質感一級棒 然後一直有人也問我說這個東西啊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把它接在Switch上面使用 其實之前一直到現在陸陸續續都有人 私訊給我在問相關的問題 那這次呢我會把之前的一些設備啊 找出來連接試用看看 那這個東西先跟大家講 如果你用有線的方式啊 接到Switch上面去 正常來說是不會亮燈 不會有作用 應該說會亮燈 會有充電狀態 但不會有作用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們是不同的產品 好不好 所以只能透過那種 他場的轉接器呢 才有辦法把它們給連在一起 還追注手把 我也想說把它帶回去稍微充一下電好了 因為這手把其實是原廠的 復刻手把 我覺得很珍貴啦 個人覺得 就是有一種懷舊的情感 所有的復場手把喔 都可以慢慢掛掉 它 我希望它慢一點 好不好 我希望它在 之後呢 我再回味Switch這台主機的時候 把它拿出來 它還是可以玩的 amiibo的部分喔 可能就只帶這支回去 因為那天不愛神 可能我自己偶爾會刷到 所以我把它帶回去 其他的我先暫時還是放在這邊 接下來呢 就是我的擷取盒 好不好 擷取盒我覺得先把它帶回去好了 因為 這邊呢 暫時應該是不會用到的 那 我先把擷取盒帶回去 底座 底座我在想 也順便帶回去好了 因為 我的底座其實 有三個啦 但是我覺得帶回去好了 然後還有一件 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在三日清明年假之前啊 放假的時候 我忘記把這個帶回去 所以這次我在玩殭屍部隊三部曲啊 全部都是使用副場手把 包括我在直播的時候 玩的動物生也會 我也是用副場手把 所以我在那邊講說 釣到大條魚 還是小條魚 我已經無法從震動當中去感受到了 因為每一個震動呢 都是平均的大力 那會想要把這些帶回去 主要是因為 可能可以直播給大家看 就到時候可以開鬆直播給大家看 手把這次絕對不能忘記開 然後還有手把的充電線 手把充電線其實對我來說也蠻重要的 賣客王我覺得也先帶回去好了 然後這顆精靈球啊 其實我也是放在座上 常常三不五時就拿起來充一下電 因為我覺得每次都是忘記充電 忘記充電是一件很糟的事情 因為他沒電了 太久之後真的會掛掉 再來呢是圖馬斯特這一組了 因為這一組啊 其實PS也可以用 我一直都沒有帶回去 如果有一些可以雙人玩的PS4遊戲啊 像格鬥遊戲之類的 可以找老婆蛋來對戰一下 接下來是我們的冰箱 我們的冰箱其實都放一些存糧 但是他從來沒有開過店 所以他是 常溫狀態好不好 這個是 常年的常溫狀態 不過這些我覺得應該暫時還不用帶走 應該還好才對 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過期 牛奶 牛奶會不會過期 不過保久五應該是還好啦 再來還有一個比較大一點就是這個 這個是 我們的燈啊 環形燈 其實我一直有在想說要再買燈組 但是 我在想說買那種銅燈 還是叫什麼燈的啊 反正那兩個大大長方形很大的那種燈 然後比較柔光照那種的 那個打起來都不知道眼睛上面反射會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的浮誇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環形燈 後來我買來用之後啊 我都把它放在比較旁邊去補向光源 沒有辦法像很多他可能是拍影片的 可是他可以直接把光源擺在面前喔 那種光打起來會比較漂亮比較均勻的 那個我沒有辦法 因為主要是因為你放在面前打的話 我這個眼鏡就會直接反射出兩個超大的圓形 然後那看起來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整個影片當中你會不自覺的 然後會被那個圓圓的環形燈反射喔 吸走你的目光 那其實早期的時候我就有這樣使用過 有很多人有反應 我自己其實在剪片的時候啦 也有感覺 甚至因為自己知道這樣子的狀況喔 所以你在看別人的影片啦 也常常會注意到 欸? 這位朋友 這位小姐 這位先生呢 他可能也是正用環形燈打在自己的臉上 因為你就會很明顯看到他的眼鏡出現兩個大大的圓圈 那個就是環形燈的反射 環形燈還是會用 但是我想說還是要再加強一組 關於光的部分 因為其實攝影啊 光是很重要的 攝影真的是光很重要的一件事 畢竟你在玩攝影喔 就是玩光線的一種藝術 好 這組等一下也要把它帶回家 這個電線可能拆式的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這樣拆下來 比較不會說你在打的時候啊 就是那個線拖來拖去的感覺 那其他所有東西也沒有到很多啦 主要就是 燈啊 腳架啊 還有一些要充電的設備 甚至我剛才還把網路線把它帶走 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要帶回去的所有的東西喔 連網路線我都要把它帶走 因為 網路線原本要在這邊用的 但是 我想說如果在家裡要直播的話 兩台都接有線的可能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當然這段時間喔 可能我們就是會減少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覺 畢竟我們這工作室喔 其實最危險的地方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因為 這裡是分租的小道房 那分租的小道房呢 它會有跟很多很多 你不知道是誰的鄰居 常常和在一起 也不能說和在一起 就是 你可能走一個樓梯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旁邊有你的隔壁的住戶 或怎麼樣的 他們的距離其實很近 空間是比較狹窄一點的 加上這些鄰居喔 其實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 比較不常見的臉孔 我覺得為了大家的安全啦 有一些事情是必要的措施 所以我就想說既然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就在家裡面自己各自工作 因為我們在工作室主要就是 有一個安靜的拍片環境 再來就是有一個安靜的剪片環境 再來就是比較方便啦 因為你可能在傳輸檔案喔 雖然說丟網路上面也很方便 但是你面連隨身碟在傳輸喔 其實那速度是更快的 而且加上我們遊戲的畫面啊 或者是像一些錄影錄音的畫面啊 那個檔案都還蠻大的 你如果用雲端工作的話 網路不夠快 你就要等久一點 如果你在面前呢 使用USB的方式來直接傳輸的話 那個速度效率來說會稍微好一點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租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室來用啊 主要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在家裡面拍還有小朋友嘛 所以會可能吵了一點點 那這部分呢也讓我們就是覺得 有一個工作室是還不錯的 可是目前為止啦 有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還是需要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工作室雖然還不錯 就是在拍的時候 或在剪片的時候 是比較安靜的 甚至我們在講話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有干擾 了不起可能就是 有附近馬路的車的聲音 喇叭聲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至少我來說 是比較安靜一點 可是呢 因為以現在狀況來講 我覺得是 大家這樣子 會有一個比較安全的狀態 至少你會減少接觸到 不必要接觸的人 那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這禮拜的一些 新遊戲的影片 大概就是會有 殭屍三部曲 Switch的版本啦 然後包括太空戰士啦 然後我還要買那個 煮飯媽媽 煮飯媽媽那個叫什麼 妙廚媽媽什麼事 因為它叫做 庫科媽媽 好像是這樣子 那一款呢 據電玩店的人 跟我說 是可以用Joey Kong 去甩鍋的 那我自己目前為止 還沒拆封 因為我選擇先玩了 殭屍三部曲這款遊戲 殭屍部隊三部曲這款遊戲 所以呢這款遊戲呢 也會在這禮拜來 慢慢推出分享給大家 其實我還有買了蠻多遊戲 要準備開箱給大家的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 繼續關注我的遊戲頻道 會有更多 不一樣新鮮有趣的遊戲 來分享這些影片給大家啦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從頭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這邊的話呢 就等過陣子 我們還是會常常回來的 好不好 也說不定到時候 就換個更大一點的工作室啦 就是獨立一整成的那一種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